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把這個 不等式的問題 最後的一些問題來說明 來看一下我們之前作業的這一題 全校去旅行 去住飯店 每個飯店的每間可以住的人都一樣多 如果只訂15間房 會有12個人每一份到房間 如果訂的是17間 會有一間沒住滿 其實這個問題有兩個部分 就像我們之前解這個二元一次方乘4的時候 就看過這個問題 它的前面這一半是二元一次方乘4的描述 如果只訂15間房 會有12個人每分到房間嗎 我們那個時候就說分東西你用什麼 被除數等於除數乘商加雨數來去思考 所以說呢 在這裡的話呢 這個被除數是人嘛 全部的 全校的人 所以全校的學生 我們寫生 他就等於15間房 每間房不知道可以住幾人 那這個 寫這樣子 15間房 每間房不知道可以住幾人 結果住完了還有12個人沒有房間 這是第一條方乘4 對不對 第二條方乘4說如果定17間有一間沒住滿 所以第二條其實是一個沒住滿 沒住滿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他不是方乘4 他是不等4 第二條這裡呢 他說沒住滿 所謂沒住嘛 就代表他比 他的人比住滿少 也就是說學生的人數呢 其實比 定17間 每間房可以住這麼多人嘛 然後我定17間 17乘以他 那學生人數比這個少 但是你仔細看題目他會說 有一間沒住滿 也就是說其他是住滿的 對不對 其他是住滿的話 代表其實他的人數呢 是住滿到剩下 那一間沒住滿而已 也就是他其實比住16 16間都住滿了 還有一間沒有住滿 那有人住但是沒住滿 也就是說其實他比16間房的人還要多 一房這麼 每個房間這麼多人 有16間房間 那所以這兩個式子取連例啦 那一般呢 這個你會看到解答 他會這麼說 就是我們可以設 設每間住X的人 也就是說這個是X的話 那他也就不設這裡了 因為他就用代入的嘛 代入消去法 你把這個帶進來 所以你會得到一條不等式 是這個15X加12會小於17 X會大於16X 可以嗎 那這樣子去求解 所以15X加12大於16X 換句話說X小於12 切 15X加12會小於17X 所以其實2X大於12也就是X大於6 那X大於6而且X小於12這個就是範圍了 可以嗎 也就是7 8 9 10 11 X可能是這麼多人 這樣子 那附帶一題呢 我們在這邊劣勢的時候 你可以說 學生人數比16間房還多 又或者說學生人 你這邊可以寫這個大於16X 那你也可以寫 大於16X它是大於等於16X加1啊 也就是說 他有可能就剛好多一人嘛 那我有可能是這樣或比他更多 那其實這兩個式子的寫法是 在邏輯上是不一樣的 可是因為我們這題解的這個 不管是每個房間住幾人的這個X 還是學生人數都是整數 所以這樣子這一題如果你寫這樣子 這樣子 或者你甚至你把這裡減1 它會小於等於17X減1 這樣子去解出來也會是對的 那這個解出來你的範圍應該是會在這裡啦 就是X會小於等於11大於等於7 那結果這個人數仍然是7、8、9、10、11嘛 所以這個X的答案會是一樣 那附大一題呢 其實這一題你最後在回答答案的時候 他問你學生人數可能的範圍是多少 那我們剛剛說你可以回答這樣子 也可以回答這樣子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最好的回答是回答這個 X的人數會是7、8、9、10、11 或或或或 7或8或9或10或11人 這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6到12中間是有很多的這個小數 分數就是不是整數的部分 那其實這些不是整數的部分都不符合這個答案 所以其實你直接挑整數出來回答才是比較好的 只是說如果學生寫這樣子或寫這樣子 其實我都會比較對 那看老師其實比較正確答案應該是挑出整數來回答 這個才是正確的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下面這個問題也是很常見 就是打折的問題 全校一起訂參考書 如果買250本打9折 買400本打8折 老師原本要幫每個同學買一本 發現買400本比較划算 什麼叫比較划算 也就是說花的錢比較少 換句話說 買400本花的錢比他真的每個人買一本 這樣花的錢還要少 可以嗎 那請問二年級學生有幾年 那因為我們不知道二年級學生是比500 比250多還是比400多還是在之間 所以我們要分開想 那附帶一題 既然他買400本比較划算 代表說他不會比400多 因為你比400多買400本根本不夠 所以我們分兩種 一種是 如果 來設一下 設 二年級 你 有 X人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種情形是這個X他是 在250到400之間 一種情形是X其實比250更少 對不對 如果X在250到450之間按照人數去買的話 因為他會超過250本 所以他要打九折 那 這個你會發現題目沒有說一本多少 其實就算他給的到時候也是約掉 所以你在劣勢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再多設 多設一個 但是其實是可以不用 也就是說一本書 歪圓 這樣子 那這樣子你總共要花的錢其實是 X人 每一個人一本書歪圓 然後0.9 大9折 結果 這樣子買還比直接買400本 然後打8折 還要來的 貴 也就是說直接買400本比他便宜 那你就會發現我們的Y的確實會約掉 所以這個Y是可以不用設的 可以嗎 那所以你會得到這個0.9X 會大於0.8X400是320 所以X會大於 這個 0.9分之320 也就是9分之3200 這樣是多少 那 要除一下 9327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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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問說二年級共有幾名學生 其實問得不太好 他應該是要問最少有幾名 那X要比355又9分之5大 所以最少是356名 可以嗎 那當然你可以說他最多不會超過400 因為超過400他就不可能說買400本比較划算了 這樣子 那有沒有可能X其實小於250呢 也不能說不可能 如果X其實小於250的話他就必須到原價買輸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XXXY會大於400還是可以打八折 那你這樣子會求到X其實會大於這個320 那姑且不論這個範圍對還是這個範圍對呢 你前提是X小於250卻解除X大於320 這兩個就矛盾了 所以這個就不能要了 所以其實X是最少要有356人 這是他們班 然後在這個作業裡面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去7-11會看到這個第二件打八折 這樣打幾折 第二件才有打八折 第一件沒有打 所以第一件是照原價嗎 第二件是打0.8嗎 對不對 第二件打0.8 第一件原價合起來是1.8 那其實你買了兩件 所以其實 他去除以2 那其實每件是0.9折 所以其實第二件打八折是打9折 就是買兩件就打9折的意思 那如果第二件打的是6折就是一樣的道理 1加0.6是1.6除2 所以第二件打6折其實是買兩件打8折 那你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他不直接講買兩件打8折 或者說為什麼他不直接講打8折 要講第二件打6折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6看起來比較小 比較誘人 第二個就是他就是要逼你買到兩件 才要幫你打折 買一件是不打折的 可以嗎 當然他假如講買兩件打8折 跟第二件打6折 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這個6的數字比較小 感覺折扣好像比較多 這個也是一種 行銷手法 來看另外一個作業 小明前兩次斷考數學平均53 如果第三次平均要及格 那第三次要考多少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前面教過 就是說 你想到平均就想到總分嘛 可以嗎 想到平均就想到總數的話 其實兩次斷考平均53 合起來是106 那第三最後三次要及格啊 三次要及格3乘60是180 所以他其實要考多少 180-106 74 可以嗎 當然你可以列4 只是沒有比較好算 來看這裡 等腰三角形底角不大於40度 那頂角的範圍勒 不大於40度 這樣子 底角不大於40度 所以這個40這個40 那這樣子 他不大於40度也就是他會小於40 或等於40 那這個頂角呢 他是三個內角合起來180 所以他的頂角是180減掉 兩個可能會小於40的東西 合起來是小於80 對不對 如果他這個是x x小於40 2x小於80 那180-2x嘛 所以其實呢 這個180減掉2x 然後x會小於等於40 所以180-2x的範圍 他就會小於10 他就會小於等於 會大於等於100 會大於等於100 對不對 就是我們那一集教這個穿衣服穿回去 x小於40 所以2x小於80 那那是我要減的 那那是我要減的嘛 所以-2x是 大於-80 等於 -2x大於等於-80 加180下來 所以180-2x是大於等於100 所以頂角的範圍 它是大於等於100 可以嗎 那頂角要注意每個角度它都不會比180大 所以 它要小於180 如果你這邊 我剛才這裡的這個範圍 它是寫成不小 我是寫不大於嘛 如果它是寫不小於呢 不小於的話 剛才這裡 我們在這邊算 如果說 x是不小於 也就是會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40 那 一樣-2x會 小於等於80 那同價180 那這個是負等 會小於等於100 也就是說如果剛才這裡 它是底角不小於40度 你解出來的是會小於100 小於等於100 那這個時候要留意的就是說 每個角度它不但都會比180小 而且都會比0大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不要忘了加上去 這個是很常會問的 好 那 這個 我們之前做過了 來看最後這個問題 他說 a大於b大於c 請問a平方是不是就比b平方大 是不是就比c平方大呢 那這個答案是不見得 因為你要看這個正負號 如果a跟b跟c都是正的 那它就會成立 如果都是負的 那平方負越多 平方反而是正越多啊 所以反而這個a本來 a的平方反而會是最小的 就是-1大於-2大於-3嘛 結果反而c平方應該才是最大的 所以要看abc的正負號 好乘上 那是否a三方大於b三方 大於 這一大錯 c三方 是不是這樣子呢 那這題的答案是 是的 因為你乘三次的時候 負號又乘回來了 所以如果比如說abc如果是1-2-3 那它的三方就是1-8-27 那跟正 因為a要比較大 如果abc是3-2-1 那它的三次方就是27-8和1 那這樣子的話沒有錯 a的三次還是會比b三次大 比13次大 如果它的三方是1-2-3 那其實它 如果它abc是-1-2-3 那其實它三次方是-1-8和-27 那仍然是 a的這個比較大 所以這兩個問題上面這個平方的是不一定 那下面這個是4的 在這裡提一下 那我們上到這裡呢 就把有關不等式的知識都交了 還交了一些課外的知識 就是有關絕對值的推論 那之所以在這裡個單元就交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後面也沒有什麼單元 能夠讓我們回頭過來看這一段範圍的知識 可是到高中卻很有可能就直接要使用了 所以我也會建議老師跟家長們 可以的話盡量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稍微的補充一些這種絕對值和不等式的推論 那我們課上到這裡